張繼聰出名愛車如名 是古董車發燒有 不過久不久就會發生壞車情況 日前阿聰在IG自爆雨時 自鮮一日內連環壞車兩次 才是因為扭斷車時要叫拖車 怎知不夠十二個小時 又發生電單車故障要再叫拖車 令他哭笑不得 鄭安琪今天出席一個慈善活動時 被問到會怎樣慶祝即將來到的生日時 他都有拿老公這宗雨時來開玩笑 我真的很想說 我不想再收到 張先生精心為我挑選的生日禮物 因為其實好幾年 他精心挑選的生日禮物 都是一些古董車 在我的經驗裏面 無論是古董的電單車 還是私家車都好 都是經常會需要拖車 我覺得如果他真的要買生日禮物給我 他不如買一部拖車給我 買一部拖車給我 起碼我可以出來救他 還有拖他的車去雙屬的車房 省下一點拖車費 家人會有一個短一點的程式 或者怎樣慶祝 其實都是簡單慶祝 人大過了 經常都覺得 其實擁有身邊有愛你的人在這裡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已經是很幸福的事 所以生日當日其實都是和爸爸媽媽 老爺奶奶四大天王 他們和我家裡的小朋友 在家裡吃飯 其實我覺得這樣我已經是最開心 大家齊人和我吃飯 切個蛋糕仔 我就開心了 這次活動在利東街 俗稱喜帖街的地方進行 和K的經典歌同名 所以對他來說都非常特別 今天這個活動地點 對於我來說都很特別 因為我自己有首歌叫做《喜帖街》 其實《喜帖街》當年 我唱《喜帖街》的時候 其實不是現在的樣子 自從《喜帖街》改建之後 我也是第一次來到《喜帖街》現場 這裡做活動 感受是有的 也挺複雜的 因為很不同 我還未仔細地到處走 但是和當年我走的《喜帖街》很不同 擔任活動大使的K自爆 曾經親身經歷地震 希望以自身經歷 呼籲大家認識災害應變的重要性 其實我自己真的有試過遇過地震 當時就在台灣 即是公幹 遇到地震 是在睡覺的時候 突然間整張床搖晃得很厲害 我感覺我自己好像在一個 煎柄上面的一塊肉 就滑滑滑滑了幾下之後 就差點滾了下床 驚雲未定之下 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因為未經歷過 當時很焦慮 因為周圍的黑變 我立刻開電腦查新聞 因為發生得太快 沒有任何報道 我發現原來香港是一塊腹地 你未遇過一些極端的情況 你當下的腦袋是會空白的 究竟怎樣好呢? 還有可能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覺得做了人父母之後 又要照顧老人家、照顧小朋友 更加要有多些應變的 在危急情況之下應變的能力 這個經驗令到我知道 在危急的情況之下 第一件事要冷靜 第二就是盡快在身邊 要拿齊自己應該有機會用到的物資 例如新聞證明文件 少量的錢譬如銀包、電話 這些要在身邊馬上拿齊 有什麼事逃生都一定要帶備